我都是因为你们嘛 因为我怕反弹你们很多人会亏损 所以我才叫你们先平掉再等高空 哎呀 都是为了保护你们害到我自己没有赚钱 真难说 你们让我好说点可以吗 帮我点赞留言分享一下好不好 哈啦 欢迎回到老铁频道 哇 今天有一点心痛啊 昨天我的分析100分 可是我的执行啊 我给自己1分 想太多想太多 方向全部对了 只是昨天当很多币到了一些支撑啊 我就决定先离场 然后重新排队 我希望他来一颗小反弹 我再继续的揭空 结果星期一直接砸盘 我忘记星期一那个中间喜欢砸盘 错过了 晚上有点不服气 但我也没有乱七八糟 也没有自杀 也没有乱乱去刷单 就那时等待 今天起来 比特币正式破了4万的支撑了 然后接下来怎么操作 我跟大家分享我怎么操作 不代表百分百会赚钱 但是蛮靠谱的 OK 我非常不容易说我开始了 接下来我们都要找机会打地鼠 不要急 市场一定会给你机会上车的 市场对你很好的 因为他们要赚你们的钱 好啦 昨天的视频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 昨天我画了这个为客户 我说要接近那个阶段E的 阶段E就是加速的下跌了 然后他昨天就来到了一些支撑嘛 然后我看到一小时觉得哎呀 这个支撑好像头肩顶啊 头肩底什么的 哇好像有RSI band好像可能弹一波吧 等他弹上去我再继续接 弹都不弹 错过了错过了 但没事啊 现在方向很明确了 如果你们还要等什么4万3 4万4万4万5出货 我觉得很难了 接下来的最简单的操作就是 你画一些趋势线 很多人如果是新的粉丝都不懂什么是打地鼠 我其实讲过很多年了 我就把它称为打地鼠 他下去的时候不理他 上来的时候拿那个锤子 锤他打地鼠 所以他在这边的时候我跟你讲 你追空他反弹一点也很难受 你追多他继续下跌也很难受 对不对 所以很多这些行情他会来一些调整 像这样的调整很遗憾 到一些阻力再继续跌 所以很有可能在接下来几天是这样 皮特币痕一痕 拉一波很多白痴又要抄底了 抄底的时候他来到阻力 我们又继续的高空他 盈亏比很好的 顺着去试走的 这个不错 所以你们下个礼拜 不是下几天可以这样的操作 不管什么币画一些趋势线 来到阻力空 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方案 OK 今天全部的币都是在支撑了 就是在很低的价格了 应该会回调一点的 不要在这个level去追 即使他今天真的再跌多一天 下两天应该是会回来的 以太坊一样 昨天就看到支撑了 一次两次三次 看到一个绿色的蜡烛这样 可能会反弹 我们等反弹再去 重新借更好的价格 接不到 现在到了2326了 以太坊前几天好像上个礼拜忘记了 我就有讲到这个通道很关键 这个通道不破的话 你又还有希望 通道一破就拜拜了 那个时候 以太坊的价格还在这里 很多人在讲 哪里可能就要2300 结果真的要倒了 所以现在有点纠结真的 四小时也是来到支撑了 我真的不懂他会不会借此机会去反弹 这边是X A B C 886在下面这里 通道在这边 这个有点难玩真的 看吧 反正我觉得高空还是不错的 我坚信可以做高空 他再回落一点回调一点 OK 2400左右 我觉得这里很多人在排卖的 可能会来第二波下跌 这个是我对于太坊的看法 USDT也是这样 花一些去时间 上来横一下 上来横一下 涨的时候不要注意 等他再回落到趋势线支撑 你去接他 OK 所以就是这样完了 跟着趋势走 至少走到六块半吧 那个USDT 六块半是整波下来的382的调整 OK 今天发疯的必须有一个cover 这个我们上几期也是有讲到了 排在这个六块七左右 这里可以做多 然后会吃一波反弹 但只有这个反弹其他的都死掉 所以我也不懂这种怎么玩 这个cover也是很难玩的 因为它很多针的 它的东西应该是挺差的 所以这种我也不懂 昨天我的空单 即使我拿住 晚上我应该不会出场的 那今天反弹可能还会倒数 所以昨天我是 赚到了赚的 隐形中的赚 我有空cover 在差不多七二 然后昨天跌到这里 我好心痛 睡觉之前 起来看到这支上去 我就心情好一点 OK 现在我要这个干嘛 Cover 这波给它拉一拉吧 画一些趋势线 我不懂是不是应该 沿着这些 那些尾巴去画吧 但 我是希望它cover会这样 拉一拉拉一拉拉到这边 阻力我们高空 这个是cover 然后link link昨天视频我讲的 应该会打破这个趋势线的 然后好像又要猜中了 可是目前这个价格在支撑了 反弹一点我觉得是正常的 OK 反弹去哪里 我们画一些趋势线啊 我们的无敌趋势线打地鼠 你看能力不厉害 下几天又回到这个趋势线主力啊 很多人像我这样厉害的啊 然后铁石懂人啊 会排空的我跟你讲 啊 15块25块 上去看 抓不抓得到第二波下跌 OK 这个是link 还有 Solana Solana 打破支撑了 打破支撑了 然后下一步怎么走呢 看一下4小时 现在要看多点4小时了 一小时很多支撑全部破了 我跟你讲啊 Solana趋势已经改变了 OK 这个就是现在告诉我 趋势已经改变 所以接下来就是 它有反弹到任何的阻力 我们高空 我觉得是不错的 这个应该这样滑吧 连越多点越好吧 算了 就这样连 连这个最后一个阻力 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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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olana 我这个level最多最空多难受 等它有一些回调 我们打地鼠 等它全部回来阻力 我要一次过打全部的地鼠 打到世界上没有地鼠 有人叫我看audi 因为他想买audi audi支撑破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会回调到哪一条 我猜是这样 我猜是这样 应该是差不多这样吧 OK 那个蜡烛的影子 支撑破了 可是它一定会回调一点的 然后让你们还有一些 给你一些希望 然后这里如果又很难突破 最好有配大爆震量 最好一小时到达超买 那我们高空继续吃它的空单 因为这个准备回归地球了 地球很远 地球在异位数 所以你们抓住这个机会 audi回到主力看能不能空 DOT 这个也是无敌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你就画着 这条上面那个很难的 这条我觉得希望比较大 所以我想看到的是它 这个有点难 再跌多一点回落高空 下去继续吃它做空 不要多了 不要多很累 这个是比较硬的其中几个 也不懂为什么只会跟老铁一样硬 你们看得很爽啊 记得啊 记得帮我点赞留言分享啊 男人点赞留言分享的话 那里变大 女人的腰会变成像牙签一样 DYDX 这个很硬 但多硬都有一天会软的时候 好像我昨晚很硬 今天就很软 这个就等吧 它给它 痕一痕 拉到主力 这个level高空好 上个星期我是空在这里 吃一波下来到两块七毛多 然后它现在也是在我出厂的价格 没事 等它再回来 再二摊这个两块九左右这里 我有兴趣空 DYDX 高空高空 至少吃到两块一两块二的这个 OK DYDX 很有信心啊 我喜欢它 不要问我为什么空那个比较硬的 那些软的已经飞那么远了 去空它干嘛 找那些盈亏比好的嘛 对不对 为什么要跟那个盈亏比过不去呢 你说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Near Near 那个价格跑很发很发了 OK 这边是一个趋势线 OK 一样吧 打地鼠 现在这个价格什么都不要做 等那些韭菜自己打架 打完了我们再好的价格高空 高空 OK 两块八毛九两块九左右 高空 攻到什么时候 空到零 我也不知道了 空到我开心我就出场了 最重要是要赚钱了 OK 最后两个 Dodge跟BMB 死狗币 死狗币坏蛋 这个Dodge就跟着这个趋势线走就对了 OK 今天明天有回来 回到这个阻力 你看到很难突破是吗 你在高空 826 827 看有没有一些蜡烛长长尾巴 假突破回来也是很漂亮的 OK 在这种level 继续空它 Dodge 最后一个 BMB 哇 这个昨天我的空档没有拿着奶奶的 生气我自己 白痴 想太多 要唱那首想太多了 OK 这个 就是这样 想太多 他妈的 昨天318点多空的 他妈的 没有拿住 想太多 反弹你们很多人会亏损 所以我才叫你们先平掉再等高空 哎呀 都是为了保护你们害到我自己没有赚钱 真难说 你们让我好说也可以吗 帮我点赞留言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啦 B&B就跟着这个趋势线走咯 然后 然后 假的很难说这样 欢迎到趋势线咯 等他回到这个趋势线 看你要不要高空咯 好啦 今天就说到这了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B I I I